這個圖當然就告訴你說 韓國瑜現在實際是鯊魚 鯊魚就是很凶狠 鯊魚就是很有戰鬥力 鯊魚就是大家都怕 尤其是不是鯊魚的那些人特別怕 比方說台北市長柯文哲 好啦 現在國民黨裡面 有一隻大鯊魚 對於黨中央或黨主席來說 如果可以放下自己的私慾 放下自己心中 卡住過不去的那個關卡 那我當然是想辦法 把這個鯊魚給撈到網裡頭來 放在我的水竹箱裡面 讓牠稱王 讓牠吃掉別的魚 讓別的魚都怕牠 讓牠不管在任何戰鬥裡面 都可以因為鯊魚的本性 強悍的天性能夠戰無不勝 所以現在黨中央 居然冒出一個說 我們可能到7月再來 出血的說法 來 我們來看下一張手板 到7月來出血 很多人會覺得說 要拖到7月會不會太晚 搞不好民進黨 我們蔡英文總統要連任 4月就決定了 人家多你三個月的準備期 別忘了當年2016的時候 如果朱立倫乖乖出來選舉 跟蔡英文時間差不多的話 可能國民黨也不會輸得那麼慘 會不會太慢了呢 好 但是現在就有非常資深的媒體人 趙超剛 趙董事長 他說大家稍安勿躁 為什麼 因為把這個初選的時程 定在7月完成 其實有兩大好處 第一大好處就是要防堵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說他6月決定參選 所以如果我拖到7月的話 我就可以看看柯文哲的動作 再決定我要推出的 到底是怎樣的人再來 是不是累積韓國瑜的能量 不管是政績上的能量 不管是民意上的能量 多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做好準備 讓台灣人做好準備 讓高雄市民做好準備 如果柯文哲堵不住 說不定就是得靠 韓國瑜出馬 所以把初選時程往後拉到7月 看起來 文哲哥 好像不見得是黨主席 或是某某某的私欲 比較像是為了大局著想的感覺 過了一個年以後 話題其實我覺得有點轉變 當我們在討論國民黨的時候 韓國瑜被提套的頻率 跟次數變多了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內的中生代也好 或者是下一次即將要真的參選 立委選舉的參選人員也好 他們內心現在正在估量 所謂的四大天王 馬英九選不選都還不知道 朱立倫 王金平已經講確定選 吳敦義看起來 鐵板神算也說他有皇帝命 他又是現任黨主席 然後他現在說7月又被解讀說 就是幫自己在用時間換取空間 趙朝剛的解讀 我跟大家報告 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對 也就是說他的解讀這兩點是對的 第一個 拖長時間 讓柯文哲能夠 可能減少一點判斷的機會 也幫韓國瑜爭取 但同時也在幫吳敦義爭取 因為已經在這個時刻 來直接PK民調的話 我跟大家負責任的講 因為現在還不是選 前一個月或兩個禮拜 朱立倫民調最高 所以如果是全民調 現在就做決定的話 朱立倫勝出的機會最高 民調居次的人是王金平 可是王金平有大批的陸軍 我都跟大家在節目中報告過 民進黨有選對會 在民進黨中央 國民黨沒有選對會 只有組發會 可是最近這一年以來 也出現一個選對會了 就在正江街2號 王金平院長的辦公室 他現在已經不是院長 但是所有立法院看到他 一樣叫他院長 這一次的選舉 因為73個區域立委 國民黨的形勢大好 我也不要特別點名哪一個選區 因為太多選區都有好手相爭 明明都有可能選上的人 就要在同一區都要去PK怎麼辦 找王院長喬 先跟王院長報告 院長我要選這一區 所以王院長他已經確實掌握了 台灣過半的立委的參選 區域的參選人維持交好 而且還有第三點 我剛剛講 第一個他民調其實是 低於朱立倫 高於吳丁毅 第二個是他有組織 他跟立委有相結合 第三 他有韓國瑜的幫忙 至少在檯面上 韓國瑜對於吳敦毅 還有朱立倫以及馬英九 這三個人來相比的話 第四個王金平 他跟韓國瑜的關係是最深 互動最頻繁 而且看起來感情最交好 所以有這三者 當他的基礎的情況之下 王金平參選已經不是傳言 因為其實過年之前 還有人在講說 他其實只是要喬出一個局 最後他還是要爭取立法院的院長 沒有 他很清楚講 一定選總統 下個月就宣布了 大家要去想 像我們過去在立法院跑新聞 王金平當快20年的立法院院長 他此生的一個政治上 因為他也論述都出來了 希望台灣能夠安定 階級不要對立 然後藍綠的橋 兩岸的橋 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 他要選總統的策略 所以王金平他就是 國民黨裡面選總統的要角 朱立倫也是 這已經確定了 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吳敦一你為什麼不早決定 我要幫吳敦一主席也講一句話 因為國民黨在過去的 幾次選舉當中 兩次馬英九我們先略過 為什麼 因為同俄競選 根本沒有初選 所以就無從參考 這一次我剛剛講 已經有王金平跟朱立倫 吳敦一還不確定對不對 是不是兩個以上至少一定要初選 觀眾朋友 要初選的流程在這裡 我們請攝影師幫我們拍一下 這個點一看完以後 觀眾朋友大概都瞭解了 所以吳敦一也不是無地放屎 隨便亂講 大家看一下2015年的時候 當時是有初選的 2015年的4月15號的時候 國民黨中央他公告要總統初選 好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在看大爆發的時候 今天是2月12 所以還有兩個月 兩個月之後請黨中央 也不要再有任何理由 到底是全民調 還是三成黨員 七成民調 還是任何其他遊戲規則 包含是否最後有所謂的 韓國瑜防磚條款 如果沒有人比韓國瑜更高 就證召韓國瑜等等 都把這個事情在公告這一天 遊戲規則 對 現在最重要是 國民黨沒有遊戲規則 大家搞不清楚怎麼選 這一天就要有一個遊戲規則 因為你要公告初選 我講的是4年前的 國民黨的整個流程 看完之後觀眾朋友可以 做一個參考 這一天公告就必須要有遊戲規則 今年一樣 5月18號紅舊就零表了 但是包含了當時的朱立倫 王金平 吳敦義都沒有零表 那時候就有傳出了 這樣如果萬一大敗怎麼辦 總要有一個基本門檻 叫做房磚條款 被搬出來第一次使用 沒有30%你就不要來 沒有30%你根本就不是他 結果就做了民調 你看5月18 紅舊助零表 6月14 紅舊助民調46% 46%當然就過30 好 觀眾朋友就要來了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當時就有人講說沒有 那有很多民調 是民進黨進來灌票的 民進黨想要看到紅舊助選 國民黨一拜圖替 所以這樣子一路往後扯到7月19號 確實也在全代會 通過了提名紅舊助 觀眾朋友 這就是整個流程 所以為什麼叫做 4到6月初選的過程 7月要提名 這樣大家看就對方要選 跟上次就一樣 對 但是9月開始啟動換柱了 所以與其你要找一個 勝選機率不是最高的人 倒不如找最高的人 所以我把這個流程給大家看 就是說吳敦義的講話 也不是無敵放始 大家也不要去批評說 你為什麼要拖這麼晚 是不是有私心自用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上次的經驗 這次也不能完全拿來沿用 因為剛剛佑正也說了 4月民進黨就要決定了 所以時程上 也不一定完全 poppy上一次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我有一點就是照先生所講的 沒有完全同意的就是 即使國民黨延後到7月 也不會影響柯文哲想要參選 因為總統大選的氣保效應 是比市長更加明確 明顯 而且明白的 市長選舉 像王世堅常常在講 蘇贏沒論 氣派我都知道 我還是要投給姚文哲 真的很多人後來投給姚文哲 所以姚文哲拿了24萬票 但是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一點就是 當總統大選的時候 藍綠的分別 統獨之爭的意識形態 他會更加的明顯 也就是如果柯文哲參選 而民進黨的那個人 不管是蔡英文還是賴清德 民調都遠遠落後於他 最後綠營不管潛綠昏 甚至是獨派 都會發生非常明顯的氣保效應 因為他沒有辦法容許 就是說站在綠營顯民的心中 我市長可以讓韓國瑜當 可以讓柯文哲當 但是我還是要投票給姚文哲 就是我寧可這個票是無效票 可是總統大選的時候 氣保會更加明顯 因為他會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意識形態 我寧願投給柯文哲 我也不要投給國民黨的 只要柯文哲 他一直以來到6月之前 民進黨決定了他的參選人之後 他覺得我可以比他民調 高出10幾 20%的情況之下 他不會因為國民黨 我這樣假設 請這幾位政治人們 不要遊走不滿 比如現在民調這地是吳敦義 他不會說我看到吳敦義被提名了 所以我就選了 我看到朱立倫現在民調給我提名了 我就不選了 不會了 他看的是民進黨的提名人是誰 只要民進黨提名人 那個人跟他有非常大的距離 他就會嫌疏我剛剛所講的 嚴重氣保效應 他可以拿到中間跟綠營的一整塊 他不會去等到國民黨 是不是最後出來 好 到回來我最後的一個結論就是說 為什麼過年前 過年後 大家的看法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王金平跟朱立倫的參選態勢 是明確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內的遊戲規則 又在吳敦義主席的手上 而現在也情勢未明朗 越來越多的國民黨的 包含我現在接觸到的很多 我們就不點名的 要參選立委的人非常憂心 沒關係 我們點過了 對 他們非常憂心的情況下 會怎麼樣 如果正在要選2020 希望重回執政 而韓國瑜是最可能贏 即使柯文哲出來都能贏的人 那為什麼不是韓國瑜 既然這樣的聲音越來越高 而且韓國瑜出來 這些人才有機會被提名 如果是這些老的出來 那就一樣那些老的 這些終生代有網路聲量的 會講話的 會上政論節目的 你都認識的 他們反而沒有被提名的機會 因為小韓國瑜們 都希望大韓國瑜 7月決定不會影響柯文哲 要不要參選 但是對國民黨來說 柯文哲6月宣布參選了 我拖到7月 我可以決定誰出來對戰柯文哲 這是重點 就是柯文哲不會看到國民黨 你7月才會決定 我不要選 我怕怕 不會 他會出來選 但是國民黨如果把時間點 定在柯文哲宣布要參選之後 確定他要參選了 剩下的時間我可以決定 到底今天是黨內的四顆太陽 還是另外有其他的太陽 能夠出來 簡單來說 誰贏柯文哲的機率比較大 到時候大家也比較沒話說 不然柯文哲都沒有宣布參選 你們就在裡面吵著說 他贏不了柯文哲 他贏不了柯文哲 一定要他 一定要他 柯文哲都還沒宣布參選 但是如果柯文哲宣布參選了 我就必須找一個可以贏他的 到時候真的不行的就淘汰 可以的自然就會扶出檯面 所以這才是我們趙昂昂先生講的 為什麼要留到7月一個 很關鍵的原因 不是我到7月柯文哲就不選 而是柯文哲選定了 但是我7月決定 可以決定誰對戰柯文哲 才是最有勝出 來幫台北市政府澄清一下 因為有人還特別打電話來 我要澄清一下 告訴我們說 我們剛剛說 柯文哲不是6月參選 是傳出6月要決定 6月再來問我 就要講清楚 所以我們柯P也是很厲害 他們有看我們節目 他也沒有把話說死 他也留一個伏筆 6月再決定 不是6月要宣布 我可能晚一點 搞不好6月問他前 他自己就宣布了 都不一定 這邊我們也幫北市府 幫柯P來稍微澄清一下